救命 任何人没看过张大大直播 我都会很伤心的好吗 最近张大大在直播间连卖网友 帮忙实现心愿谁知这届网友太会整活 提出的要求一个比一个离谱 就连见多识广的张大大都被整无语了 瞳孔地震和插不上话是他的常态 好笑中又夹杂着窒息 我非常非常欣赏你 你做了很长时间主持人 然后我特别欣赏你的才艺 欣赏你的主持人 是 这位男粉丝属实是把郁阳仙意给完明白了 上来对着张大大一顿夸他会主持夸他有才艺 然后抛砖引玉表示自己也有才艺 谁知他的才艺就是学狗叫 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接下来女粉丝一开口 张大大和工作人员再也绷不住了 这突如其来的胜负欲 一下子把张大大给整不会了 关键两人在线学狗叫 还非要张大大评出个冠亚军 被张大大无情拒绝后 这名女粉丝竟然又连线了 我连了好长时间 第一位先说 前队队先说 你有什么需求 大哥我是小乔 我寝室的人都说我比他叫的好太多了 我是七级粉丝团成员 你能听一下吗 好好评论一下 真是无语 果然是一生要强的女粉丝啊 一定要分出个胜负 张大大作为著名端水大师 只能无奈地表示 你们俩是不同的好 小编是真的怀疑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 再比如下面这位男粉丝 上来就要求张大大骂他 不骂就不下麦 还有这位要买车的大哥 真的是好无语 大哥自称是985的高材生 在世界500强的公司工作 现在看中了一辆车 价值60万 但他手里只有20万 所以他想向张大大许愿 问题就是这个车 现在是价格是60万 然后我目前手里的存款只有20万 所以就是剩下的40万 您能帮我补齐吗 就是谢谢你张大大 能把借钱说得这么清新脱俗的 且脸皮这么厚的 大哥真是第一位 张大大表示 人还是有对自己 有点清醒的认知 有多大能耐 就办多大事 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接下来大哥的话 真是震碎我三观 这咱直播间 不是能实现这个愿望吗 很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 而不是就是说 伸手在直播间索要 有人说干嘛不借给他 他又不是不还 天哪 那您赶紧借给他 我现在只有介绍您跟他认识 咱就是说 大哥不要太荒谬 也许是看到了希望 另一位男粉丝 也勇敢地说出自己的痴心妄想 我就是马上快要结婚了 就我要结婚了 但是呢 就是对方家里边管我要彩礼钱 就是他要10万块的彩礼 那我出2万你帮我出8万 所以结婚的人是你去结对不对 那你要去的话也是可以到现场了 听说过加盟做生意的 加盟结婚的还真是头一回 这位男粉丝说 快要结婚了带女神 要10万的彩礼 他只有2万剩下的8万要张大大出 如果这婚成了算张大大两成股份 怎么你结婚是售卖的是冠名的吗 你还算我两成 这样好不好 我觉得就是这样 真的爱你的人 他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处境的 我祝你婚姻生活特别幸福美满 我们就下一位了好不好 不是他不爱我 他不爱他 但是我就是到那一步了 你必须得帮帮忙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钱我很需要 我很急 我很招财 这位男粉丝 我知道你很急 但你先不要急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连麦粉丝 我是这个第28粉丝 我想要强烈的问一下 这是真的吗 热8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嗯 我不太清楚这个情况 我想问一下 这个事情就来说重要吗 当然重要 你怎么会不知道啊 迪迪热8不是阳密公司的一人吗 黄锦鱼也是我带他出道的啊 而且我喜欢迪迪热8很久了啊 那我现在如果说是真的话 我要找黄锦鱼算账的啊 不是我没有听清楚什么意思 就是你 你 你要找黄锦鱼算什么账 就是你 你是想八卦这件事情 那我想回来 你就我不清楚 我也不了解 粉丝真的是什么都敢问啊 完全不顾张大大的死活 他已经吓得磕霸了 肉眼可见的慌乱挂断连麦后 长长的输了口气 送走了热8的男粉 又来了位张艺的女粉 上来就逼问张大大 张艺为什么不去狂飙庆功宴 我就想问为什么 他连狂飙的庆功宴都不去 这个也太夸张了吧 庆功宴可能是太不好 庆功宴不是很重要吗 我这样好吧 我为了你 我努力去认识他 然后呢我来问问看他 他为什么不去 你为什么不转发狂飙的宣发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出演过这不去 那为什么张艺不转发 我太难了 他连庆功宴不去 他宣发也不发 也不转发 为什么 那你为什么不去问一下呢 张大大老师 我先去问吧 我带你们先去问 我是我20年的老粉狼 你为什么这个问题 都不愿意回答我 我才出现18年 你不会因为他没有去吃 庆功宴的起个菜 就影响了你追之不去 对不对 你也不会因为他们之间关系 好不好影响了你追这个角色 那所以你知道这些事情 有什么用呢 还不如多去了解一下 对你有益的事情 对不对 面对这位女粉的无礼要求 张大大连庆功宴 菜不好吃 这种离谱的借口都说得出来 以前都是看他折磨别人 没想到他也有被别人折磨的一天 莫名有点心疼 这种风格放在直播圈 也是相当炸裂的 在大家笑得何不拢嘴呕的同时 也有人质疑这些都是剧本 甚至有人怀疑 是张大大的工作人员冒充的 但有做过客服的网友却表示 真的会有这种无理取闹的人 咱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剧本是真的 只不过是网友 想出来故意整张大大的 不管是不是剧本这种直播风格 真的好好笑 那么大家喜不喜欢呢 欢迎评论区踊跃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